在今天这场调节开始之前 王女士告诉编导 她昨晚在宾馆 遭到了丈夫的突然袭击 谈到自己疯狂的暴力行为 丈夫何先生却表示 实在是事出有因 忍无可忍 王女士到底做了什么激怒丈夫的事情 原来何先生是投婚 王女士是二婚 王女士与何先生再婚后 王女士的前夫也组建了新的家庭 可是不久前 王女士的前夫又离婚了 王女士前夫的第二任妻子 告诉了何先生 一件令他难以想象的事情 何先生心生疑虑 难道妻子背着自己 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吗 然而当我们向王女士的前夫电话求证时 王女士的前夫却指出 罪魁祸首是何先生 王女士的前夫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 而这两段失败的婚姻听起来跟王女士与何先生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也是他们夫妻矛盾的主要源头 节目现场 何先生怒不可遏 王女士却倍感委屈 面对错综复杂的现任与前任的关系 为什么调解团队会给出这样的评价 简直说是荒唐和混乱的 不仅是违反道德的 而且是严重违反法律的 如果我坐在您那个位置上 那真是如坐针针 今天因为前夫的影响 王女士与何先生的婚姻又将何去何从 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白炎毅 欢迎白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王女士何先生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各自的诉求 我想请各位专家老师给我们指点一下 要爱就真心相爱 不爱就放弃 我们两个人的爱的方式不一样 我对爱的方式是爱得明明白白的 他爱的方式爱得不明明白的 你认为他是爱你的你是爱他的吗 是的 那既然是肯定互相爱 爱的方式不同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他做的事情超过我想象的底线 他甚至是自私 他的要改变就是 要听从他的 他说什么我就得什么 我的诉求是这样的 最好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因为我曾经离婚给我的孩子带来了伤害 我的要求是这样的 对孩子对家庭要负起责任 做一个男人应该的担当 他现在不拿生活费不交房款 我现在就是叫他给我跟孩子一个明确的交代 你要生活下去 那么我们这个生活 这个以后怎么安排 那么你不够 你要离婚 也给我们一个说法 夫妻俩的诉求截然不同 何先生想要一份纯粹的情感 王女士却指责丈夫在经济上不担当 面对妻子的指控 何先生突然掏出手机 他说他这两年之所以不拿钱养家 是因为去年他无意间发现了妻子给前夫的转账记录 据何先生统计 去年五月份 妻子给前夫陆陆续续总共转了三万块钱 几个月后 他又给前夫转了三万块钱 总共六万块钱 何先生百思不得其己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 妻子与前夫离婚六年 孩子抚养费上没有纠纷 妻子前夫也已经有了新的家庭 两人一直没有来往 那么为什么妻子要瞒着他 赚这么多钱给前夫呢